发连这个自强号的撞伤落实意外 那么现在呢 已经知道包括了司机在内 有六个人受伤了 您看到有越来越多的画面传回来了 很多的乘客呢 必须要爬出车厢 在黑漆漆的隧道里面等待救援 马上我们请记者 张兆和告诉我们更进一步的消息 好 主播各位 其实在哪里掌握到 自强号撞伤落实的案件 就是如同刚刚主播讲到 现在目前我们掌握的是六人伤 其中司机的伤势是比较严重 它出现骨折 而且这骨折是粉碎性骨折 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件事情 当时这个司机员在看到落实的时候 他是多么的激情 他赶快刹车 所以他自己承受的这个撞击力道 可能是比较大的 那至于这些乘客陆陆续续 可能是因为撞击的时候 车厢是有翻动 或是行李箱是有倒掉的情况之下 可能被砸伤 或是往前推的一个这个动力在 所以才会有受伤的情形 那目前相关单位也在这个隧道口 也有这种接驳火车的部分 先把这些伤者优先的给送医 好 就如同大家刚刚谈到 现在陆续画面已经出来了 你可以看到这些画面 都是在隧道内的 这些都是车上的乘客 除不了解 至少有500名乘客都在上面 他们现在都必须在这个隧道里面 进行等待 而且这隧道可以看到 黑漆漆的 他们只能赶紧拿起手机的手电筒 过来照明 而且比较幸运的事情 是因为这边还有网络的关系 他们也赶快跟他们的家人 报平安 说自己没有什么事情 因为这个画面一出来之后 大家想说奇怪 怎么会突然来撞上呢 但是要给大家看到 对这些乘客来说 在车厢里面 才是他们最惊魂的时间 因为他们当时很多人 可能只是在滑手机 很多人可能是在聊天 甚至还有人在睡觉 突然碰的一声 一撞上之后 完全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 尤其这一班的列车 可能上面 大家都要去返乡 或是尤其今天是礼拜五的时间 大家想要回去 车上一定会有放很多的行李 这行李撞到 撞起之后 掉下来之后 这杂道其实也是可能会有一些 受伤的一些风险性在 尤其是杂道完之后 就如同画面当中 你看到的 一片黑啊 大家也会想说 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 是撞到人 还是撞到弱石 还是有撞到其他的一些可能性 还是列车有故障呢 所以大家只好赶紧的 去询问发生什么事情 所近第一时间 在这个列车上面的人员 都相当地接近一些 安抚大家的情绪 同时呢 因为毕竟是在隧道内 就怕说列车可能会有 再进一步的 譬如说 因为我们刚刚有提到 他撞上了弱石 会不会有其他的地方 可能有出现漏油啦 或者是有出现一些 机械故障的情况之下 所以他们赶快把这500名的乘客 做一个疏散 而在疏散的过程当中 旅客们也是互相的帮忙 尤其是隧道里面是比较窄的 所以他们在上下车的过程当中 尤其是我刚刚谈到 撞到之后他有点歪斜 歪斜的时候表示 你不是很好走 不是很好走的情况之下 女生走起来也是不容易 所以刚刚有几个乘客 拍下的画面当中 你可以看到 好多人是互相帮忙拉下来 帮忙扶下来 最后才会看到你的这些画面 就是说大家现在 都在隧道里面等待 而为什么要在隧道里面等待呢 其实有非常多人 是跑到隧道外 没想到这隧道外的画面 才发现 真的是比我们想象中的还糟糕 因为今天我们知道 有这个大雨突然下下来 你可以看到这个画面当中 全部都是这个土石宣泄 他已经把这个铁轨 全部都掩埋住了 那第一时间 有乘客想说 那我冒险试试看好了 我往前面走好了 没想到一踩进去 他的这个鞋子 包括他的脚 都已经陷入在这个泥泞里了 而且因为边走边走的 过程当中才发现 原来每一个乘客 大家的衣服 大家的衣物 大家的行李 都已经出现了 被这个土石 有盖过这个痕迹 最主要就是因为 当下发生这样的事情 我们不单单只是谈说 有一个火车撞到 落石的一个情况 其实是陆陆续续 还是有陆续的落石 会有下来 所以大家是 在一个惊慌上 传回来 我们再请赵和 告诉我们最新的消息 因为你可以看到 这个旅客的手上 都是大包小包的 其实在黑夜当中 他们要逃生 要疏散 都会相当的辛苦 最新的消息 我们台铁的自强号 在刚刚撞上了落石 在花莲这个地区 目前已经知道 包括了司机员在内 有七个人受伤 最新的消息 我们连线记者张兆和 好 主播 各位观众 其实大家今天都非常关心 今天4点50分 发生在和人隧道的 自强号撞上落石的 这一件个案件 目前我们掌握到的 受伤人数是七个人 这其中包括了 驾驶它出现了骨折 而且是粉碎性骨折 其他的这个乘客 是轻伤 以及有些重伤的一个情况 但是是没有生命安全 没有一些 生命上面的一些威胁 但其实呢 这一次陆陆续续画面 你可以看到 我们分成隧道内 跟隧道外 来给大家看 你现在看到这些画面 都在隧道内的画面 因为我们刚刚提到 是在和人隧道里面 发生这样的一个事情 你可以看到 里面基本上 都是一片黑的情况 大家只能用手机的方式 把这个手电筒给打开 在这个漆黑当中 摸黑的方式 过来这边找上落 而且呢 在这里面 大家只能在里面等待 原因是因为 接驳车都还没有来到 而且你可以看到 画面当中 外面现在都还下起雨来 而且另外一个画面 你可以看到的是 一到外面去的时候 发现原来 完全的这个土石宣泄 已经把这个所谓的铁轨 都已经完全淹没了 所以你可以想到 当时火车第一时间 它撞上落石的时候 那种情况的危机 当时司机员 他第一时间 他必须要冷静地 去判断去刹车之后 不然如果再开上去的话 火车随时可能都会有 翻覆的一个状况来出现 那我们初步掌握 目前车上旅客 约500个人 除了我们刚刚提到 有七人伤之外 其他的状况 都是还蛮平安的 那至于刚刚 我们第一时间 来看到这些画面 都是在隧道内 第一时间撞上的时候 有几个神科跟我们讲说 他当下第一时间 都还在休息当中 大家会小咪一下 没想到 碰的一声撞上之后 以为发生什么事情 接着画面就是全黑了 全黑的情况之下 大家赶快互相的帮忙 尤其我刚刚谈到 他是在隧道里面 发生这样的事情 隧道跟这个列车当中 你要下车的这个地方 它其实比较窄一点 所以包括男生跟女生 在陆陆续续 在下车的过程当中 其实有很多人 也发挥出了这种 民众间的一些帮忙 赶快一个一个 搀扶下来 因为那个状况 其实它的间距 它的距离 其实是非常窄的 而且它的车子 你可以看到 这个画面并不是 它手机是拿歪了 而是整个列车 它是一个歪斜的 一个情况 因为第一时间 它撞上 尽管它紧急刹车了 但是呢 它还是有些歪斜的 一个情况 所以你要讲的是 当时在歪斜的情况之下 要下来 这种徒步的方式 从隧道走出来 这种危险性 其实还有这种 很恐惧的心情 你可以从这个画面当中 都可以感受得到 而另外 我们也有观众朋友 跟我们讲说 他当时搭上 这台车的时候 第一时间 他还去敲那个门 因为第一时间 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 但是都没有人回应 因为是停电的 一个状况 他们只好 互相帮忙 赶快的 就像是这种方式 赶快一个一个 把它拉了下来 而目前现在 相关单位 已经请了 这个接驳的火车 要来把这些乘客们 过来这边 把它接走 但是呢 这个时间可能会再花的 比较长一点 因为我们刚刚看到画面 你必须在黑暗当中 摸黑 摸黑之后 再一格下来 再把它载到这个 所谓的隧道 外面去等待接驳车 尤其是你刚刚看到 隧道外的这些画面 今天大雨 一下下来之后 土石也全部都 宣泄下来了 是不是因为 强障你的关系 能够让这些土石呢 直接 直接盖过了 这些铁轨的情况之下 才会发生 撞上落实的 这件事情来发生呢 好 如果有最近消息 我们也会随时为您掌握 以上最新 主播 好 您看到 就是我们刚刚传来的 最新画面 目前已经知道 有七个人受伤了 不过因为明天 就是周末假日 其实呢 通往花莲的车上呢 车厢几乎都是满座的 五百名乘客 现在几乎是要 因为呢 天色渐渐的黑下来 他们要在这个黑夜当中 那么来疏散 其实呢 是有一些些的难度 我们也会持续的为您来关注 后续的消息